大家好 各位熊獅的貴賓們 我是熊獅的登山領隊 張瑞傑 大家給我的小名是傑哥 今天非常高興 跟大家來分享 關於富士山形成的一些注意事項 那一開始 就是關於我們出國的一些裝備的問題 那首先呢 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在登機的時候 我們所攜帶的物品 有哪一些 我們必須要隨身攜帶的 這個部分 我們在檔案上面 都有很清楚跟大家說明 那當然最重要的 就是一些液體啦 一些這個锂電池啦 行動電源啦 這些東西 你們都要注意 哪些可以戴 哪些不能戴 我們在出國的時候 都會跟大家再說明 好 還有我們現在在入境日本的海關的時候 當然不需要像COVID-19的時候 再用小黃卡 可是它一樣有一個流程 就是需要按壓指紋 跟掃瞄瞳孔 可是日本人因為速度還滿快的 所以大家通關 應該也都滿順利的 另外呢 大家戴所謂的免稅菸酒的時候 要注意喔 香菸是只有一條喔 那在酒的部分 750cc可以帶三瓶 那其他至於香水啦 那個日圓的這個金額啦 在我們那個頁面上都有跟大家說明 大家要注意喔 在日本這一塊我們真的不要 貿貿然的帶一些太多的東西進去 還有我們有一條規定就是說 一般人可能會比較少注意 就是它所謂的侵害智慧商品權的物品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仿冒的東西 大家要小心 這個是偶外化 另外提代讓大家注意的 接著呢 就是在日本的這個時差的部分 它的時間呢 事實上就是比我們早一個小時 那之前有過貴賓呢 因為忘了調手錶 所以到了那邊集合時間 竟然還是台灣時間 大家都出現了 結果它竟然沒有出現 所以這塊也請各位貴賓 要注意調整這個時差 還有它的電壓的部分 我們的電壓大部分也都是100億 插頭的形狀 其實跟台灣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日本這一塊對我們來講 很多的使用上 其實都是蠻方便的 那很多貴賓給我反映說 它怎麼沒有飲水機 其實它的自來水 它是可以生飲的 那如果不放心 飯店裡面有燒開水的 你可以自己燒 那它使用廁所的衛生紙呢 可以投入馬桶 有的貴賓說 我找不到那個垃圾桶 其實它是可以直接丟馬桶 好 接著 我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富士山它整個行程的一些 相關的細項跟注意重點 那其實很多人在問我們說 哇 富士山這麼高 那什麼年紀可以上呢 其實我們曾經有過紀錄 77歲到最小的5歲 都能夠上去 而爬山的重點在於什麼 你如何去調節你的氣息 其實你只要慢慢走 我們有專業的領隊 會在全程陪伴你 帶著你 然後教你們調整呼吸 我相信大部分都能夠上去 所以我們的完工率是蠻高的 而且你要知道 小孩子的體力呢 它原則上沒有問題 它主要關心的是 它本身是否會有高原緩因 那這個家長就隨時要注意他 是不是有頭痛啊 是不是有嘔吐啊 那如果有這些現象 請務必務必要跟我們 那個現場的工作人員 以及祥導來反映一下 那本身呢在路線的部分呢 吉田路線跟富士公路線 是富士山四條路線裡面呢 最常去使用到的 那我們這次有安排 大部分是吉田 那當然有集團的貴賓 他會走富士公路線 那它本身的難度會有不同 我們等一下會依針對 不同路線跟大家報告 那在整個路線 我們在從東京機場 前往這個登山口的時間呢 大致上需要到3.5個小時的車程 如果遇到連續假期 或者一些特別的節日 哇 我們曾經在高速公路上 開過5到6個小時 那這個就時間會比較長 那到時候如果遇到 請各位貴賓稍微諒解一下 那因為富士山每年呢 他吸引高達30萬的人 在兩個月的時間 就淨湘的在自賺時間去攻頂 所以勢必呢 每一天的人潮一定會很多 那今年聽說他有個新的規定 他限制從吉田路線上去呢 每一天只限制4000人上去 那而且必須要另外去 在吉田路線去付費 那這塊當然我們雄師都會幫大家 在這塊路線先準備好 而且這個費用我們也都包含在 我們團費裡面了 這個貴賓請不用擔心 那以前在登山的時候呢 有些貴賓常會問說 哇 那我們有沒有其他路線可以走 其實富士山四條路線都可以走 只是為什麼旅行社會安排吉田跟富士 這兩條路線為主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考慮到什麼 交通以及接駁 以及餐飲這幾個因素 那當然如果各位將來大家有時間 那你們當然可以去走各個路線 把它做一個完整的攻略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行程 那所以說出登者我們都建議說 走吉田路線 它有什麼原因呢 因為第一個吉田路線沿途 它的救護站是比較多的 而且它沿途在山屋的數量 以及它的補給站的數量 也是比較多的 這塊有助於大家 隨時你想要買什麼 想要喝什麼 而且洗手間也是比較多 隨時都方便去補充去使用 那有一個更大的優點是 它可以邊走邊看 第二天早上的日出的光景 你不用像走富士宮一樣 它必須還要爬到山頂 才能看到日出 那第四點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下山的距離也是最近的 所以在這塊的部分呢 我們就選擇吉田跟富士宮為主 車子呢 遊覽車會直接開到我們的五合目 那五合目就是我們上下車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它是個很大的廣場 那這個廣場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人非常多 那我們會前往 大家在圖片看到這個一洞 下面是蒙貝 那上面二樓就是我們會用餐的餐廳 我們出發前一天的中午跟回來第二天的中午 都在同樣的地方用餐 那會用準備套餐的方式提供給各位貴賓 那如果您是有特殊飲食需求的 也請務必提前告訴我們 我們會請餐廳幫你們準備特殊的素食啦 不吃牛肉的操餐 我們會準備好給你 在三樓這個地方呢 它有提供一個休息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就是提供給比較角力好的山友們 貴賓們 你們提早從山上下來的那天中午 可以先到三樓這個地方休息 那在休息的同時 我們會公告吃飯的時間 那到時候在時間到了 再請你一樣下來我們原定了二樓 一起來用餐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登山的路線 你可以看到這個黑黑的 其實這是晚上拍的 你可以看到上山的時候是比較小支行 下山的時候是比較大支行 其實它就是一個上山道跟下山道的差異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時間 表上面的時間有沒有 從中午開始出發 一直到山頂的八荷木的時間 大概下午 下午第二天早上凌晨宮頂 到山上的時間大概清晨五點鐘 看完清晨的山頂之後 我們下來的時間回到五荷木 又大概是中午的時間了 以這樣的一個時間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行進的速度 其實一兩天來講 它爬升的高度 只要慢慢走 它其實是沒有那麼累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說 當我們從富士宮或吉田下來的路線 下山路這一塊的時候 經過有一個分岔點 它一條是走往虛走 一條會走往吉田路線 這個要特別小心 我們曾經有貴賓走錯了 就走到金剛去了 那當然我們會不斷的提醒 我們也會到個分岔路口 我們也會想到在那裡 跟大家再次確認我們的團員 是不是都走對路了 那這一塊請大家務必注意一下 好 那接著就是給大家提供的是什麼 是富士公路線比較特別的 那我們知道有一些山友們 他們因為可能走過吉田了 或者他們本身角力比較好 他們想要嘗試什麼 嘗試比較難度高一點的 富士公路線 所以我們也準備 富士公路線的一些相關資料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那它的爬升高度 其實是類似 只不過它稍微比較陡一點點 那這錶上面都有一些時間 來提供給大家去看這個 它的一個速度跟時間的配置 還有各位如果選擇 由富士公上的貴賓們 你們可以選擇原路來回以外 其實還有一條路線 就是富士公上 由吉田路線下 那這當然要考慮到的 就是說交通接駁的問題 那在整個上去的過程 您從富士公上了以後 可以什麼呢 可以去繞行火山口一圈 日本人稱之為波巡 可是這個必須要依據當天的天后 還有是否有開放的時間 來決定是否可以繞 那繞的當然有一些特殊的景點 你除了可以看火山口以外 你還可以去到它的最高峰的三角點 也就是說所謂的劍峰 3776這個地方 去拍下紀念的照片 不過走一圈要1.5個小時 到2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我們是建議 如果你體力夠的 當然可以去走 如果體力不夠的 我們會安排另外一條路線 到達最頂點的神社 拍完照之後 就可以直接下山了 那沿途呢 其實除了我們自己帶的東西以外 它很多很多都有不同路線上 有不同河墓 都會有不同的山屋 那這山屋裡面 它其實所販售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從香蕉 飲料 咖啡 甚至於它有賣氧氣罐 這個有些貴賓甚至於在上面 覺得吸不過氣 他就可以立即買一瓶 氧氣罐來補充 這些我們都可以在山上去運用到 那另外一點呢 我們會希望貴賓一定要帶一樣東西 是什麼 就是手套 因為它的火山岩 那個地形是比較鋒利的 隨時都有可能不小心就劃破手 所以你們在拉的時候 有的地形可能會用到手 去稍微扶一下地面 那這一塊真的是建議你們一定要戴手套 還有它旁邊 路邊有兩條那個繩子的地方 那個是標線 那個不是給大家拉的 請大家不要去扯它 因為它並沒有實質的支撐力 它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跨越那個路徑而已 那如果說你們走一走累了 其實吉田路線有個好處 你只要回頭休息一下 就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很漂亮的那個山中湖和口湖的風景 這一塊真的是非常不錯 那如果說你走了突然想上廁所 也更不用擔心 因為它每一個山屋都有附屬廁所 你只要準備好什麼 銅板 所以這一塊我們在出發前都會提醒各位 請大家務必準備好銅板 那有這個銅板 有的廁所是200 有的300 不等於高度而定 有不同的收費價格 那都其實都還蠻乾淨的 各位貴賓可以放心來使用 那在上山的途中 相對的會有一些路徑什麼 它比較狹窄 它沒有辦法說很寬的路線 所以大家慢慢走 依序走 千萬不要急著超車 因為這樣一來是保障安全 二來就是我們登山有一個順序 這個台灣人出去總是要維持我們 最好的國民外交 那如果有些貴賓問說 我沒有帶顏盔那個是不是要帶 其實也不用擔心 它在我們到達六盒目之前的時候 有一個服務站 它是什麼 它是出租顏盔的中心 它還會在現場發送一些地圖 有中文版 英文版都有 那如果你可以跟它盡量帶一張地圖 你就可以大致上知道 你走到哪個山屋了 走到哪裡了 那顏盔是這樣 它就是付押金 兩千塊日幣 等你下山的時候 你就把它歸還 它就退還你押金了 好 那這塊請各位貴賓 可以自行決定是不是要佩戴 還有 我們在機場出發的時候 熊獅會為各位貴賓準備一個 熊獅專屬的背包套 好 背包套就是長這個樣子 請各位貴賓 務必將這個背包套 套在您的登山包最外面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年爬富士山的人 真的很多 我們光靠背影 實在沒有辦法去辨認到每一位貴賓 所以我們必須靠這個背包套 在隨時隨地 我們在熊獅 這個巷島跟領隊走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 哇 這就是我們團員 我們會隨時就近的照護 而且我們也比較好清點人數 這一塊 請各位貴賓 務必幫忙配合一下 好 接著跟大家說明一下 山屋的使用狀況 我們不管富士公路線 或者是集田路線 我們上去大部分會停留在 七到九合目之間的山屋 那山屋 其實所有的模式都是一樣 我們先預定一塊區塊 那依照我們團員到達的先後順序 它會引領大家去安排床位 順序順序的入住 那大家要記得 鞋子是必須要脫掉 然後拿進去放在它指定的鞋櫃的位置 在裡面大部分都是榻榻米的模式 那同樣的山屋的床位 有點類似像什麼 像我們在玉山住過的那種通鋪的方式 有些會有一些不連 有些就不進來 全部都是以通鋪的模式 來讓大家居住 那山屋的飲食的部分呢 它會提供晚餐跟早餐 那我們統一會在大家到達的時間 提供晚餐 那大家知道在山上物資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一般就是以比較單純的減餐為主 提供給大家 那第二天的早餐 也是以單純的減餐 提供給大家來使用 那千萬記得 不能留下自己帶上去的垃圾 你在山屋使用的 它所提供的餐點 所遺留的垃圾 你可以給它 可是自己所攜帶的物品的垃圾 你可以吃 可是請不要將垃圾留在山上 好 那走完這個山屋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第二天凌晨 我們要攻頂的時候 那時候天還黑的 天氣會比較寒冷 請務必把保暖的衣物 一定要穿好 因為富士山上 它有時候風勢是很強的 如果又剛好遇到下雨 那真的會更冷 體感溫度會更冷 那從山屋開始 到登頂的這段路線上呢 有一些路徑它是反而更狹窄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容易塞車 所以各位貴賓請務千萬不要急 因為在行走的過程 我們一定要依序 慢慢慢慢隨著前面的腳步 這樣依序的上山 因為其實大家幾乎都在同樣的時間 要去攻頂 所以勢必這個時候人會是最多的 那頭燈的準備 請務必要檢查 因為我們之前也遇到過 很多山友 他頭燈沒有準備好 結果到了那裡沒有 雖然是啦 很多很多的山友會一起走 不過我們還是建議 務必務必自己要有自己的頭燈 好 接著就是個人裝備的部分 務必要準備好 滑暖衣物 手套 圍巾 甚至於白天的防曬 這個都要全部把它準備好 那這裡有圖表列的是什麼 中午出發的衣物的裝備 裝扮的模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表 它是屬於比較輕鬆型的 必須要厚重的 可是厚重要不要戴 一定要戴 你可以看到半夜凌晨的 這個登山的裝備 你可以看得到 它裡面就有厚重衣服 包含圍巾 帽子 毛帽 手套 這個都務必要穿戴上去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甚至於冷到有時候 你在山上都站不了 所以在這塊的部分 請務必大家依照這個 裝備的部分去準備 那我們會建議什麼 你盡量用洋蔥式穿法 就是有底層 有中層 有外層 那現在很多一種流行的方式就是 你外層 如果你不想穿防風外套 你可以用什麼替代 用你的雨衣外套來替代 那你最外層可以用 現在有很多的化鮮 那個質料的好的保暖衣 你可以穿在那裡 再套上你的防風的雨衣 那就可以形成很好的保暖效果 這樣的一個洋蔥式穿法 是一個現在我們比較推薦的一種模式 好 各位貴賓 我們在行走的過程裡面來講 我們出發時候中午有準備午餐 到了山屋也有晚餐 可是有些貴賓 因為他熱量消耗比較大 所以他比較容易餓 那我們會建議什麼呢 你可以帶一些能量飲 能量棒 還有 避防抽筋 你可以準備一些鹽糖 可以讓你隨時在路上 可以補充你的能量 還有 特別要提醒各位貴賓 除了錶上面的東西以外 務必務必在山上 因為他沒有插座 所以請準備行動電源 而且出發前請確認 它是否已經充滿電了 這塊請大家務必務必幫忙一下 還有 我們在山上 所用的任何任何的垃圾 請自備一個小型的垃圾袋 我們用完也務必把垃圾帶下山 因為在山上 他們真的不會收我們任何的垃圾 你也找不到一個垃圾桶 給你丟垃圾的地方 那這一塊 我們熊獅都會特別特別瀕臨大家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各位貴賓 在行走的過程 有遇到任何的狀況 剛好你的身邊 兩不之餘你找不到人 請務必拿起手機 用LINE直接撥打領隊或向導的電話 我們一定會在最快的時間 就近前往你所在的地方 幫你解決您遇到的問題 請大家務必一定要開通你的LINE 而且加 領隊或向導的這個聯絡群組裡面 哥哥賓 你有看到我們螢幕上 所提供的背包套的式樣 這個我們在出發前都會分眾給各位 請務必要配戴在你的登山包上面 另外呢 熊獅也提供一個最專屬的服務 您可以看到我手上這一張 這個是日本富士山官方所提供的 正式的所謂的登頂證明 跟一般坊間鎖旅行社自己填寫 自己用旅行社的署名 給您的登頂證明 那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所有的行程結束 預計在10月初 收集所有出團的貴賓的資料之後 一起寄送到日本 那作業時間呢 預計會有多久呢 大概要到12月到1月之間 我們可以收到 我們會以括號信寄給每一位的貴賓 讓你們收到這個最珍貴的一份登頂證明 大家有看到我手上拿的 這就是日本富士山的另外一個 特別的紀念品 叫做金剛杖 那有長有短 為什麼我們會建議用短的呢 因為事實上來講 因為行李的限制 長的登山障 並沒有辦法放到我們的行李裡面 所以它必須單獨列為一個行李 所以我們都建議貴賓 如果可能 盡可能用短的 你可以隨時把它帶回去 而不用冒著這個被海關 charge另外一件行李的風險 讓你多花沒必要的損失 那它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它有不同不同的那個山屋 它可以提供不同的圖案倒映 烙印的價格呢 從300到500日幣不等 越特別的 它當然會收費越高 那有的貴賓呢 他一次烙印十幾個 有的他覺得 我只要幾個特別的 出發中間頂點也可以 每個人看每個人的喜好 那如果有些貴賓說 我就是去一趟 我想要全部收集 那也可以 因為您可能就必須要買 長的登山障了 因為要不然 它沿途十幾個山戶 你還真的不夠烙印 長的登山障 雄司也有提供另外一項 最貼心的服務 就是說我們會把所有 長登山障的貴賓 你們所買的登山障 在回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打包成一個完整的 一個package 由雄司額外去付一件行李的費用 幫大家一起拖運回來 這個真的是雄司 非常非常貼心的服務 以上就是個人分享 多次攀登富士山的經驗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一點小小的注意 同時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攀登富士山選擇雄司 將是你最正確的選擇 希望我們今年能夠在富士山山頂相見 謝謝大家